小奶狗在屋里睡得挺好的 有的躺着露着肚皮 有的躺在他的身上 我突怕奇想 非让他们出来凉快凉快 结果花生就生气了 你躲这么老远 他不得哭吗 你看看 你刚走 他就开始嚎生了 别哭了 行了行了 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 别哭了 来咱们按摩按摩 按摩按摩就不哭了 来 哎呀柔柔肚肚 开瀑布 卖油又卖醋醋 行了吧 秒睡 还得扶着他 不扶着他你还叫我 看着你我心都萌化了 他好 按摩 随便按几下秒睡 睡着了 随便摸两下就睡着了 证明吃饱了 只要一直叫就证明没吃饱 为什么他们睡觉都不露舌头 就你露个舌头呢 智力有问题 这两天天气有点热 所以让他们出来透的风 屋里太味了 你看这小爪子 粉嫩粉嫩的 哎呀 这上面带点泥 这泥是在地上爬的 要不就是他妈妈身上的 哎呀 哎呀 真可爱 太萌了 每天看看小狗亲戚都好 睡得多安详啊 只要他一哭闹 你随便呼噜两下 他就不闹了 多好玩 今天是他们出生的第九天 可能到12天或15天的时候 他们就该睁眼睛了 到时候我们就期待看看 谁长得最漂亮 是不是 给你按按摩 是不是很舒服 要不要加个钟 哪只小狗在咒子了 是这只 你看身子一动一动的 他没叫 他这么给他按摩按摩 他就不叫了 叫唤起来他也挺欢的 因为他大舌头 你们看 这舌头 永远是那外边 小脚丫 给这只小奶狗按个摩 就睡得这么安详 简直是太治愈了